四年充满 因为我们今早上讲到主题 讲到神的强力不同在 我们迟些的时候 首先我们讲到处理生命 就是我们如何不让人影响 如何处理生命 因为多数人受伤害都是从人而来的 虽然有些人说 我都知道是怎样做的 但我毫不做 今次我尽量尝试 用这个角度去想 就是为什么做不到呢 其实被人影响 我相信大家都有 我自己也试过很多经历 有些是莫名其妙的 我试过那时候 同学在圣经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教会 一个神学生 他跟我说 你将来教的儿童崇拜 他就教开 他说 现在开始你教 教会问我愿不愿意教 我说我愿意教 他就 告诉我如何做 我就开始教 但有一天他不理睬我 我跟他打招呼 他是避开我 我觉得莫名其妙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我跟他打招呼 后来有一次我打招呼 到他家 就是他丈夫接的 我说 我想问你太太 他说 你问他什么事 我说 你不介意我说 我觉得这段时间 我跟他招呼他不错 我想知道 为什么我做错 请他要说 他就说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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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收线了 但依然故我 这件事 当时来说 对我 令到我 有一种不舒服感 我想过一段时间 就是莫名其妙 过了很多年后 我见到另一个双图 他跟我说 他说 我现在在一个辅导社工作 我问他 是什么辅导社 他就说了 而且告诉他 那个负责人 那个负责人是谁 就是那个不理睬我的人 我说 你在那个辅导中心做的怎么样 他说很辛苦 我说 为什么辛苦 他说 因为那个负责人 整天无端八字 不有情绪 但是他是负责辅导工作的 在那个时候 我忽然间 其实我不是想他是这样的 这个人 其实后来也有其他的工作 即是 后来我在香港也见到他 但我认识 原来他和人相处是有困难的 他会容易有一些 有那种原因 他会不会不喜欢 那个人也跟我说 有好几个人在工作 觉得很不开心 我就明白当时 为什么会这样对我 但当时我是无如无辜 受伤害 即是不开心一段时间 但我想回 我就明白 其实当时不用的 因为是他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今天我也跟大家说 伤害你的人 当你明白 他可能都做到其他人身上 其实他也可能有 这个伤害人的习惯和历史 所以他今天伤害你 不是新闻 我们知道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学习 当人伤害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体恤他 其实他也受了很多伤害 于是他又会伤害我 我说另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 对我有很多伤害 后来有一天 我听到这件事 就是说 原来他小时候 被父母打得很厉害 甚至是绑着来打 我就明白 后来他对于人 都会这样对待 原来他以往也是这样 就是说 我越认识某些人的背景 我就越明白 他为什么会后来伤害人 我就越看述他 越看述他 我就想回 其实以前我不用这么放在心上 我以前放在心上 就令到我辛苦了 但是 依然这些经历 是对我有幫助 因为我其实经历过 很多次这些伤害 经历过很多次的伤害之后 我就学到 一个一个学到放手 尤其是当我一信耶稣 两个大的阶段 一个就是信耶稣 第二就是圣经充满 所以耶稣的时候 怎么样 我马上开始去遥述 去接受 我没有条件 我没有说到 他对我不好 我怎么遥述 我没有这样 我就是说耶稣 吩咐我做 我就去做 我就去遥述 我又去不介意他所说的 我第一 第一步 我第二步 就是在圣经充满的时候 因为 在我侍奉的时候 我发觉 在我信主的初期 我是很容易有喜乐 但我做了牧师 反而困难 那为什么会做了牧师困难呢 大家要明白 做牧师是传道的困难 当我在教会里面 我研究评训图的时候 我做任何人都很好反应 譬如我做的那些话剧 那些活动 那些分享 做什么 他们很好反应 但当我做了牧师之后 就开始有很多要求 就是 有些什么你做不到 有些什么没有做 有些什么 就是这些批评说话 以往我不是透过他 是透过别人的 就是他说我 有人说我 那听起来 有很多人在看着我的东西 有很多人又不好 我就越来越觉得大压力 所以我在做牧师的初期 我是觉得很困难 就是我在未曾做牧师之前 就觉得很轻松事故 一做牧师反而有压力很大 那也都呢 当时也有一个童工 在背后一直说我 而他又告诉我太太 我太太跟着回来就说我 就是不是现在的太太 是已经懂得牢龟住的太太 那我就当时来说 其实有一段长的时间 是受伤害的 而那件事呢 后来德思坊 也是有一件这样的事 因为主任牧师 有一次跟我说 他说 我觉得你近来 好像没什么开心 跟以前不同 他问我为什么 当时就是 三个童工一起 他我和另外一个童工 就是有背后说我那个童工 我就说对不起 就是这位童工 那他就说 OK 你告诉我 发生什么事 那我就说 他经常将对于我的要求 和批评 就告诉我太太 我太太就是难忘 那牧师尝试辅导 但是搞不定 牧师就说 不如你去找一个辅导员 那他就会帮那些 就是除了评讯徒 他都会帮牧师 传道 那我们就去找那个辅导员 去找那个辅导员的时候 就有一堂了 有一堂就是这样发生的 我就在我辅导员面前 我就要求这个人 就是有伤害我的人 A军 我就要求A军 不要将我侍奉他不满的地方 说给他另一个姐姐在教会 就是他教会里面 是有他一个姐姐在那 我就知道他们有说的 我就说 我就希望他不要将 就是这里是什么事 接着去搏给他姐姐听 因为他姐姐和我们又是有 就是我们有交往的 突然间就会听到很多这些东西 他就回答我 他说我没有说 那辅导员也没有去扶解 回来了 回来教会 看到牧师 牧师就问我 今天发生什么事 我就说 今天我就要求他 请他不要将我们同工之间 发生的事 说给他姐姐听 那 他就说没有 那我牧师怎么反应 你没有 他说你没有 他就立刻不出声 很明显他是有 不过他在复乱之前 不承认 那我忽然间 心就说 其实他会说谎 我为什么这么紧张 他说的事 其实我说来说的是什么 我实在这么紧张 他说的 因为他也是 他也是受了很多伤害 他家人也是受了很多伤害 很多的压力 所以他又对自己有压力 他又对人有压力 他又对人有压力 于是我就受了压力 我就觉得很可憐 很可憐 但其实他也是有这个情况 于是他将这种压力加在我身上 其实我发觉很多伤害人的人 都是曾经被人伤害 人有两种反应 一种反应就是说 他需要他什么什么 我不要他 一种反应 但另一种方法 就是说我 照神的方法 我看出他 其实他很惨的 他被人伤害很多 他都很惨 他找不到出路 他又不懂得处理 于是他会这样对我 我知道之后 我就不开心 尚未都找方法 如何应待他 我是一路尽量应待他的 我们的关系 是好翻了 其实所有对我有伤害的人 我都尽量特别善待 因为我不想在心里面扣住人 我不想压抑住 我不想我心里面有些人不释放 我想做一个轻松快活的人 因为我体会过 辛苦 痛苦 被人压 被人伤害 是很惨的 大家也不同 是很惨的 你就算有什么吃 有什么吃 有什么吃 都是没用的 你可以去玩 都是没用的 因为你去玩的时候 你会不断想那些东西 我学了一件事 尤其我年充满之后 有一次我跟一个人 讲了我的经历 他的反应就是他烦恼 因为他很不接受 我接受 收了线之后 我祈祷 祈祷 没有喜乐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开始 一祈祷就是喜乐 我立即有心灵感动 我要处理 但是我又没有做错 我只是做什么呢 我跟他说 如果我令到你不开心 请你原谅我 但他也是继续生气 又闹完 又闹电话 之后呢 闹电话 通常来说 又是伤心 但我又不是 他不接受他的问题 这个工作是神的工作 我不用放在身上 我就放手了 我就介意 那我用祈祷又起来 那圣灵就提醒我 以后有亲别人伤害你 你就是这样 或者有任何问题 所以 今天我有这个 轻松德性的教导 就是有 这些这样的 点滴的经历 而我发现 这些人 其实他们背后 都有他的伤害 那我就学会 看出他 因为 有很多人会生气 不理睬他 但我永远都不会 我永远都不会 我永远都祝福他 因为我要走神的路 如果我不理睬他 我觉得我自己很辛苦 大家有没有试过 不理睬一个人 是很辛苦的 心里面压抑住的 不释放的 我不想做一个这样的人 我想做一个喜乐的人 所以希望大家就明白 这个教徒就是 不要吃垃圾 人的问题 他的问题 我有很多神的 给我的一点 我的福气很大 如果大家做到这一点 你就会有很多重担 都可以释放到的 好 首先 我们今次看到这个情况 就是 处理恶人的困难 就是 为什么这么难处理 为什么这么多人很难处理 第一 就是被他们影响情绪 就是对方有些不好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的情绪不开心 或者怕给他们伤害 或者拆毁死 他拆毁我 他拆毁我的事物 拆毁我的家庭 拆毁我的声誉 我前一段时间也有人在背后说我的行话 我都不介意他说我什么 但他传开 但我心上神有他的方法 有他的时间 我就不要紧要 他拆毁不了 结果是拆毁不了的 不过 中间的过程 因为有些人本来和我好好的 忽然间不理我 我心里面是否会不开心 和他说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 好像隔了一封墙 那样的 很多人就会说 哇 这样我 死也好过了 但我又说 我心里很高贵 我不可以给影响 我一定是 他心里不拆毁我 始终神会给我们 大家可能会相信这件事 但很多人会怕被拆毁 或者觉得不公平 死了 他敢对我 不公平 我要对他这样才行 第四 怀念神来帮自己 神看了我困难 如果不帮我 其实神很想帮我 但是神不会直接拆口 拆手 当人在伤害你的时 就会掉到地上 暈倒了 受伤 受伤 神不会用这些方法 如果神会用这些方法 全世界 现在都滚在地上 因为每个都有罪 神会用这些方法 神用的方法 是用恩典 耶稣的爱 耶稣的救赎 改变我们 我们去改变自己的医治 由我们去医治人 所以永远都不要怀怨神 很多人一天麻烦 神对我不好 我就鼓励他们 神是最祝福你那个 你一怀怨神 你就封了你的路 我没有 我是很深信 全世界的所有恩典都是神的 我们埋怨神 是封了神的路 所以我们学习 就是不要封了神的路 第五 就是以情绪或粗活行迷回应 有些人就会这样 他都看不看不看 我就挖回他 不理他 让他知死 骂他 他下次不敢 但其实这样 我们用回以恶故恶 后果一定不是好 因为不用神的方法 一定是不好的 第二 神主理爱人的方法 跟世人相反 神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太空十五章四 三章一起读 你们听见有话说 当爱你的淪舍 恨你的仇敌 指示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了逼白你们的土共 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 因为他叫人头 照好人 又叫打人 降雨给疑人 又给不疑的人 耶稣做的 神做的 可怕是跟世人同 因为世人是遥处 是赦免祝福的神 你听见有话说 这个只是普通人的话 就是 爱你的淪舍 不过要恨你的仇敌 那些好人 你又对他好 那些对你不好 你恨他 这是普通人的话 但是耶稣就说 我告诉你 要爱你的仇敌 为逼白你的祷告 他逼白你 你为祷告 这样就作 你天父的儿子 就是说 你爱仇敌 你就是天父的子女 这个就是天父子女的表现 如果有基督徒 说信耶稣 跟着就斟他的仇敌 和他们作对 这个不是天父儿女的方式 也就是说 原来圣经都说给我们听 这个经文 当然不是说 我们真是爱仇敌才能得救 而是我们信耶稣得救 不过 如果我们信耶稣之后 仍然争争我们的仇敌 那样我们就没有活出 神儿子的身份 也都可以严重 或者影响他和神关系 我希望大家都会活出 神儿子的身份 因为神是照日头 用日头照好人 又照大人 光与弃异人 又及不异的人 神是将好东西给好人 亦都给恶人 这个是神很特别的地方 所以有些人说 我真的不明白 这个人害了这么多人 为何他能活到这么多年 神是要给他好东西 因为到审判的时候 神就告诉他 我给你多少好东西 但你整天 伤害人 如果到审判的时候 那些所有坏人 全部都是说 神你每天都弃我 每天都伤我 我什么都没了 我全部都没了 那 神就不得永远了 但是到审判的时候 不是的 神说你看 我不断地善待你 不过你不听话 你整天去针对人 所以今天你要接受神的审判 那我们看到 神就是一位 总于他想善待人 希望人会回应 希望人会看到神的美善 而会回应神的 因为其实 我们有太阳 有雨水 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 虽然现在有进化论 很多人说 很多人不相信有神 但是其实很有趣 你说那些不相信有神的 他总是要辩驳 我为什么不相信有神 他收到被人觉得 是有神的 不过我要证明是没有神 但是其实 证据是证明有神的 今天我讲的 简单一讲一讲 让大家知道 他们很喜欢说 人缘变人 化石 其实那些很难的 因为他们用骨 整个骨都砌到人头出来 你怎么知道 只不过骨头突出一些 熟来一些 突出一些 好像星星那样 突出一些 好像人的 骨头 根本人缘到人差很少 但是缘从哪里来呢 就是由老鼠变 但是由老鼠变缘 是没有中间型的化石 老鼠变缘是否有很多过程 缘猴 老鼠变缘是否有很多过程 有些脚的方向都不同 但是他们找不到任何中间型的化石 很多的生物 老鼠变缘 中间是没有任何中间型 为什么老鼠变缘是缘 为什么神是缘缘 为什么变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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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找不到的 所以其实 不支持俊华梁 好了 接着第三 我们知道神的方向是这样 还有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 罗话书8章321节 既是这样 还有什么说 神要帮助我们 谁能够抵挡我们呢 他们够抵挡不了 他们害不了我 他们不能够拿走神的恩典 我一定是蒙福的 这个我每天都宣告 我每天都说 我听神的说 先求神的过程 就是要交给我 我每天都相信 神一定会祝福一点 我听话 我更加喜欢 我又不是跟人比较 我又不是要比较 我不是要比较 我不用比较 我希望个个都比较 个个都比较 你们比较比较比较 我更加欢喜 我能够提升你们 越来越好 我会更加开心 但我会常常相信 我是非爱 你都是非爱 只要我们听话 我们一定会不服饿 所以我永远都不会觉得 那些人会拿走我们的东西 好了 下一点就是 先代人不是奋虐 是得性的方法 诺卫书十二章有一节 你不可为莫所习 反而以善性恶 是性恶他 为什么以善性恶呢 他对我们不好 我依然对他好 以至他说 为什么你会对我这么好 为什么你会这么好人呢 以至我们的善良 软化他们的心 感动他们的心 改变他们的心 这个就是以善性恶 比如说 你的同事或者家人很差 其实要改变他是好 你对他善待他多少次呢 可能一千次 一万次 十万次他都不改 不过始终会留下一个印象 他始终觉得你总是对人好的 这样的时候我们有一天 希望可以改变他 带他真正悔改 顺着或者改变 好了 那如何呢 在这篇三十七篇第一节 开始 我们一起读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也要向那行不易的生出质道 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 又如青菜快要枯干 你当以靠耶华而行善 住在地上 而他的信实为良 又要以耶华华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当止住怒气 离气愤怒 不要心怀不平 以致作恶 你告诉我们几样的方法 下期都写 第一 不要为恶人心怀不平 第二有些人说 不公平 他这样对我 我怎可以不心怀不平 我怎可以当没事 按照常理是绝对不能够当没事的 但我们从圣经看到 譬如约瑟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大卫也是另一个好的例子 约瑟给他的歌出 但他的歌拢不走神的计划 神计划他要成为财上 要祝福整个以色列民族 神计划了他的歌是破坏不到 他的歌想杀他 但杀他不到 正如希律王想杀耶稣 他杀不到 因为神计划是没有人能够杀的 他想杀大卫是杀不到的 因为神是保护的 所以他伤害不了 而最终约瑟是得福的 大卫是得福的 耶稣是蒙福 也都是祝福全世界的人 所以我们不需要为他心怀不平 我愿为他心怀不平我愿损损损失 我怎会损损失呢 这是我另一个动力 我生气他就损失 神就不喜欢我 我就损失 我祝福他 神就欢喜 神就赞我 大家现在想像有一个对你不好的人 大家在这一阵 想像一个对你不好的人 你现在在这里细声宣告 我看出他 我祝福他 我要说他 我看出他 我祝福他 然后跟着宣告 神现在很开心 我看出他和愿损他 一路这样宣告 我现在 你想到一个对你不好的人 我现在看出他 我愿损他 我祝福他 神就开心得不得了 你说我真心这样做 我想问大家 难不难呢 可能相处有困难 但你自己现在去 我愿损他 祝福他 难不难呢 这样难 或是坐地难 在太阳之下坐地难 或是你这样愿损他难 坐地难 那你就愿损他 好了 但你见到他的时候 他面目可憎 言语 言语又伤害你 那怎么办呢 你是不是当他是 就是 唱歌啊 我曾经用一个比喻 就是说到 神仙佬骂你 神仙佬骂我们 我们一定不介意的 遲早 你不会生气十天的 是吧 最多不开心一会 因为我知道他神仙 他骂完我又骂地 我还要街上骂人 也没所谓 因为我明白接受他的状况 所以我放手 我放手 我就可以轻松了 好了 这个人不是神仙 他不是神仙 他是正常 但是他正常 只有一个有罪性 所以世人都不是正常 神仙就是神经不正常 这个人不是神经不正常 是他的罪性情不正常 他有罪性情 一个有罪性的 一样会伤害人 所以我看出他 正如我看出他神仙 但我不是说他神仙 我只是说我看出他 所以他说的东西 我不用介意 我不用放在心上 他说我笨 有没有人说过你没用 什么不喜欢你 挖你 有没有人试过 那你就说 其实那些说话 我想问你 那些语气 那些声音 到今天 那些声音还能追着你 你经常听着他 我相信神不歡喜 我的心就鬆了 希望大家學到 第一 不見他面的時候放手 第二 見他面 他一路挖你 一路挫你 你都放手 你試試回去做 你回去開始做到 你就會 即是你的日子越來鬆了 那你說 我也這麼說 我真的試過當時做到 不過回家睡覺覺得心裡偽著 因為我們的情緒受影響 那又怎樣呢 耶穌愛我 耶穌祝福我 感謝耶穌 你都要哈哈哈哈 你這樣做 第二天已經沒有這樣 但心還會想回 再做再做 慢慢就不想了 是否可以釋放到 是可以 不過有些人不是的 每晚都拿他回來 找回來想 每晚找回來想 就自己受苦 所以這個秘訣 是否重要 其實非常重要 但很多人 其實我認識很多事奉的人 很多基督徒事奉 我亦都認識很多教務 當我和他相處的時候 我發覺很多人都沒有知覺 我看著教務 怕他的教有發脾氣 他完全不覺得是有錯 他就覺得 你有沒有做甚麼 我便說 我不是說教務 不要救我好 有時候他心急 我只是說很多人 是沒有刻意處理 也有很多教務 教務對我不好 我很受傷 我很苦 其實每個人都有 我見過很多人 是受傷很苦的 這樣的時候 他會怎樣呢 是沒有力 是不是 沒有力了 大家想不想沒有力了 不想的話 我就會學這件事 這個真的需要用 其實放下自我 不要緊的 我是甚麼人 有時候我這樣想 我有這樣的意念 有時候我們自己覺得自己很重要 我小時候先說 我講一些 我的想法 曾經有個想法 我怎樣處理 或者曾經有個意念 我後來發覺有些意念 真的不需要 我小時候 中學時期 我乘巴士 我當時覺得 我上車的人會看我 就是會看我 穿衣服 樣子 總有這種心態 我後來發覺 人家上車我都會看人 哪有空看你 不要以為人人都好像 住不在身上 住不在身上 這是第一 原來 有時候我們覺得 那些人會說我 穿衣服不漂亮 你的樣子不漂亮 甚麼不夠何分 其實 不是那麼多人去理你 他們是你自己 在我小時候有一個突破 後來 我自己也很多時候 會在想 例如做牧師 覺得很困難 又覺得很多人 就說 牧師 你甚麼做得不好 甚麼做得不好 但是 後來我也發覺 其實那些教友 他未必是刻意的 他是很自然的反應 他不是故意要針對我 他只是一種自然反應 人的自然反應 今天說甚麼 不知道說甚麼 我不是聽到人這樣說 我只是用例子 他會自然想 我為甚麼介意 我就開始學習 即是說 不用那麼介意人的想法 譬如我都試過 有些好餘的情況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在生命中試過好餘的情況 我發現自己 翻戴很多次 經常想好餘是好餘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些情況 我說好餘好餘 但是 其實好餘的那個人 他都忘記了那件事 一早已經忘記了 我記得有一次 在中學時期 我們學校 我們男校 會請女校的女生 去參加那個 每年那個跳舞會 我們每個人都派一張紙 有個名字 有個電話 我們打給她 約那個女生 後來 沒有後 我又跟她聊天 打給她 接電話 她的妹妹 她的妹妹 然後我開始跟她說話 當作是她 是她 然後她說 你是找我姐姐嗎 對 對不起 那時候醜到無地自容 然後她又叫她姐姐來接 我就說 我當作不會是你 人們覺得很醜 當時人們是覺得很大件事 人們都沒有當一回事 自己是當作很大件事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放不下 就是我們覺得很大件事 可不可以放低一點 我曾經想過一件事 這個圖畫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我的圖畫 到有一天 我都會離世 我都會 可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機會 看到我離世 到安静禮拜 看到 教師現在躺在這裏 現在都不能說 現在都不會為人祈禱 好了 我有一天都睡在這裏 甚麼都做不到 有甚麼所謂 其實 人們怎麼看我的 所謂 神怎麼看我 我一直看破之後 就是 神怎麼看我才是重要 不是人們看我 所以在這裏 不要為作我心懷不平 不要緊的 人們怎麼看我 不要緊的 好了 不用太緊張 第二就是以神的信實為良 就是神答應一定做 神懷了祝福 一定會祝福 所以我以這裏為我的糧食 是我的得力 我經常都是這樣 神現在愛我 神有計劃 我聽話 祂一定會祝福我的 我經常都以這裏為我的 心靈糧食 那裏有個甚麼 那些書 那些甚麼 心靈雞湯 心靈雞湯 這個就是我心靈雞湯 那天就是神信實 一定會祝福我的 以及以神為樂 其實以神為樂 以及以神的信實為良 是我們最重要的達力 第一就是 神在一切 我經常想到神是歡喜的 甚麼都是歡喜的 我看到甚麼都覺得是歡喜的 我經歷的事我又覺得是歡喜的 甚麼事我都覺得是歡喜的 我希望大家都知道 想到神就喜歡 第三 信神似伯文 因為呢 祂將你心裡所求的似給你 這裏講到 你當依靠耶和阿爾神 住在地上 以祂的信實為良 又以耶和阿為樂 祂將你心裡所求的似給你 神就會似伯文 我聽話祂就會似伯文 所以怎樣呢 你就離棄憤怒 不要心為不平 以致狀 所以就離開這些憤怒 不要緊的 無所謂的 我們越擺奪到 我們越快起落 我們心裡越提升 越拔著神 心裡越提升 好了 一些實際的方法 第一就是接受人人 包括基督徒都可能會傷害人 有很多人說 哎呀我祖長傷害我 哪個基督徒傷害我 甚至於說 我全都是幫人傷害我 我們就會體恤 我們就會體恤 全都是我去忙碌 和有時壓力的地方 有時他都沒有學過 特意處理生命 有些真的沒有學過 他沒有特意去做 我們體恤他 不要緊的 我錯多過他錯了 我們就體恤他 第二 深信神的大愛大能 沒有人能夠破壞神 在我身邊的計劃 神的計劃 沒有人破壞到 神祝福我沒有人破壞到 整天親近神 而得到平安喜樂和自信 整天親近神 神一定會祝福我 神一定會給我喜樂 我有自信 我曾經阿唐講到自信 一方面就是相信神的恩典 第二 都要發揮我們的恩賜 我們的能力 我們各方面的 即是能夠生命建立到 譬如一個人 他經常信神愛他 不過他人際關係也不好 做工也不好 事奉也不好 經常和人吵架 婚姻又破裂 家庭又破裂 這樣的人又會不會有好的自信 他經常都說 神愛我神愛我 但是他跟什麼人相處都吵架 他一定不行 所以一定要 我們同時有跟神的關係和信心 另一方面 我們都要學習 怎樣做得更加好 但做得好 就不是哄人 做得給人看 而是真的用一個誠實的方法 善待人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得勝有餘了 第三 親近神 得到平安喜樂和自信 第四 改變從小養成 以靠人為從人得認同的心態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總是要看看別人 贊不贊自己 有沒有人接納我 有沒有人欣賞我 有人欣賞我 有人欣賞我就開心 沒有人欣賞我 我就得了 其實不要緊 神欣賞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轉變 就是聖經的看法 完全跟世人的 但是這個轉變 從世人的方法 看別人的面子 看別人的看我 轉為我看神的看我 是一個最難最難的 也是很容易 為什麼容易呢 你一放手就容易了 其實我受了很多傷害 為什麼我這麼容易處理到呢 因為我的心態 我看到他傷害我 其實我覺得他心裡有很多問題 我覺得根本不需要介意他講什麼 所以當我一知道耶穌那麼好 那麼真 我立刻就相信耶穌 那些人說什麼 我就盡快處理 其實同樣我是受傷害 但是有些人受傷害 就說 哎呀 那些人傷害我 我很慘啊 哎呀 你安慰我 你做我的朋友 我需要你安慰 很多人就要不斷找人的安慰 就是沒有人的安慰 他就想找多些安慰 但是我就說 人是不好的 所以我不期望 但是如果有 我就會很感謝的 我很感謝任何一個人 支持我 陪伴我 和我一起侍奉 我是很感謝的 每一個我都經常都會多謝 我是真心多謝 任何一個你們來到這裡參與 我都是很感謝你們的 多謝你們不是好像提醒我 不是 而是我多謝你對我的鼓勵 對我的支持 令到我們一起能夠祝福更多人 就是說 我不依靠別人的讚賞 但是我會欣賞任何人的支持 我不會將我的 好像我的力量依靠別人的身上 我希望大家都學到這件事情 那你就不會上映了 這個轉變可以說最難 一會兒你討論 最主要討論這件事情 為什麼要由 靠人認同 尊重靠神認同 有多難呢 你有沒有試過做呢 你有沒有成功過 困難在哪裡呢 第二 不要吃人的垃圾 就是你負面說 負面說是沒有權兵的 它說你蠢無用的 那句說話不會改變我們的 我們不放心 但是 當你宣告自己的生命很寶貴 我們過得很寶貴 無論別人做什麼 只要我信從神 生命一定無福的 第六 刻意善待所有人 找機會軟化和更新 就算他不改變他的問題 但是我找機會改變他 我想第六 就是很多人的生命 被人影響破壞 當我們善待他 我們有機會去更新人的生命 或者帶來他去順主 他雖然很差 但是可能我善待他 有一天去改變他 那這個第五、第六點 都是我們處理生命的一些重要方式 我們這次著重在 為何我們這麼難對人的看法放手 你可以在小小時候想回 有些什麼人對我們的態度 我們很難放手 可以先想一下我們先放手的 為何我們那些放手呢 為何這個那麼難呢 可能這個難的人 是和我們相處得最多的 我依然不給他影響 但是我善待他 強調幫我們在這件事上得勝 有可能有問題需要問 需要問在這個時候 要不然我們就討論 下面寫了一些討論問題 就是怎樣去不給人影響 這件事可以說 知就容易 行就難了 我們一起有個討告 親愛天婦幫助 感謝你愛我們 因為你看錯我們 所以我們有力量 面對任何人的負面的攻擊 或者負面的評語 求助幫助我們從來得力 學習不給人影響 同時恩待他們 靠我們 靠著耶穌得勝 多謝主 中文奋 僕 做好 達 努今 過